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五 台北股市小涨26点 没败了 不好听 今天亚洲股市跌得还蛮重的 美国股市礼拜四晚上跌更多 昨天台北股市能够涨26点 已经是最好的了 所以不好听 我也跟大家讲过 这个行情你不要想说它会跌多深 不会啦 没时间了啦 剩下最后两个礼拜法人要做账 没有空间 没有时间让它跌了 昨天礼拜四 道琼从涨262点刹下来 收盘跌29点 指数跌的不多 苹果效应 为什么说苹果效应 苹果最近股价又创历史新高 苹果因为全球疫情的关系 它有一些门市像在欧洲的 美国的加拿大的门市 目前都还不敢营业 因为那门市门庭弱势啊 经常会有很多客人去买东西 那目前疫情严重很容易交叉感染 很容易传染 那昨天发布了 目前歇业的门市 无限期的歇业 要等到疫情真的稳下来 才会开 所以昨天苹果股价跌了3.9% 那苹果本来就是 道琼的成分股嘛 所以苹果一跌 整个道琼指数被压了下来 那其实昨天道琼还算好的哦 你看纳达克跌更多 废臣报告体更大跌到4.2% 指数跌到4.2%你去想哦 台北股市如果跌4.2% 多少 700几点 700几点 700几点很恐怖 跌个200点你就受不了了 更何况700点 那为什么道琼还撑得住 昨天美国的通讯股 微信通讯涨4.3% AT&T涨6.9% 这个都是道琼的成分股 另外 昨天美国的银行股 全部都涨1%到2% 所以把道琼给撑住了 可是科技股的部分 就撑不住了 就撑不住了 你看礼拜三的时候 费成报告体涨了3.7% 那昨天一跌跌到4.2% IC股为什么这么弱 因为昨天据说 苹果要扩大研发自己的晶片 苹果要扩大研发晶片的部分 这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苹果长期以来 它主要是在设计产品的东西 不管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 东西设计出来之后 零件采购 然后一起交给 鸿海广达人宝这一些 来做组装的动作 那现在如果连晶片都要自己研发 但大概三年前 苹果已经开始自主研发 驱动晶片的部分 设计晶片的部分 像比如说CPU的部分 所以它现在晶片已经都自己设计了 目前苹果的手机平板跟电脑 那个运算晶片都要自己设计的 所以不再跟高通采购 可是接下来如果晶片的部分 它都自己设计 那就很有杀伤力了 所以你看昨天美光也跌 艾斯摩尔德州渔器 AMD跌了5.3% 赛林斯跌了8.2% 灰达跌了6.8% 所以昨天大跌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的IC设计股 你看IC设计股 台湾IC设计公司很多啊 今天也都重商 IC设计股有没有 预创8% IC设计股今天重商 创意8% 凯玉 其实你们想太多了啦 台湾受影响有限 听到不 台湾IC设计公司很多 可是受影响有限 为什么有限 因为晶片它的功能很多元化 比较高难度的 是在计算的部分 运算的部分 其他还有功能驱动 管理的很多吧 那我相信这些比较低等级的 苹果也不可能所有晶片都自己设计啦 它应该还是会在比较高阶运算的部分 所以台湾影响是最小的 那如果说要以影响来说 联发科应该影响最大嘛 是不是 因为联发科主要就是手机运算晶片啊 问题是联发科本来就跟 苹果没有什么生意往来嘛 所以影响可能最大的联发科 本来就没有什么苹果单 所以几乎也没什么跌到 价路15块而已啊 所以很多事情的判断 你要有专业的分析 否则人云亿云 大家去怕怕死 那股票卖掉之后后边起起来 那不是白卖的 所以台湾的IC设计公司影响是有限的 这点你放心 台北股市间开低67点 因为被美国昨天吓到 开低马上就走高 一度涨了37点 收盘涨26点 所以说不好欠嘛 你又落那么多 日本跌了520点 上阵跌了1% 深阵跌了1.2% 台北股市去26点已经很强啊 现在小型股的部分 OTC跌0.9% 因为电子股有很多小型的公司 都在OTC 所以今天OTC跌的是比较多一点 我这个一直跟大家讲 没时间了啦 你不要去担心指数 指数跌也跌不深 因为最后法人做账的时间 已经没时间了 已经没有时间了 大跌大买 小跌小买 不跌不买 你看拜理 跌了168点 是不是大跌大买 你敢买的 你敢买的 礼拜二大跌完之后 礼拜三是不是就上来了 礼拜是不是就大涨了 然后加上今天小涨 是不是马上又把 礼拜二大跌的给消化掉了 所以不要去想基数啦 指数这波涨到1800点上来 很多股票没上去啊 那你关心指数买错股票 就没意义了嘛 对不对 水泥股也都没上去嘛 大盘涨到1800点 水泥没上去嘛 塑膠也没上去嘛 鋼铁是到今天才涨的嘛 铁铁铁给你去的啊 对很多钢铁股都没有涨啊 银铁也没有涨啊 所以这波一千八百点 你如果不是法人作账股 如果不是跟法人作账有关系的 你买的都没好 买的都不会涨有什么用 是不是 我从十月份就开始提醒你们了 最后法人作账的期限 你一定要找法人高持股 赚大钱 本一笔低的 股价在底部的 你如果找这种股票 你就贪大钱了 你看联发科 是不是大涨 这两个股票大戏 联勇 是什么大戏 8016 细创是什么大戏 2376 是什么大戏 这戏一倍啊 对不对 长龙 扬明 万海 你要买跟法人作账有关系的 我已经说两个了 你如果对我这样做 就对了嘛 是不是 不然你跟着我一起做啊 我们现在有年度最大的活动 岁末五八八 我八八 我要八 我们全力来充斥 最后两个礼拜 法人作账的行情嘛 一天一个便当而已啊 好 今天最强在哪里 今天最强在钢铁股 大盘小涨26点 铁股给你最强 钢铁股 这两个月 大盘涨1800点 没去 又倒路 今天终于下了 若后补涨 跌生反弹 还敢走 如果走不远 只有两三天的行情而已 那买就没意义嘛 是不是 所以钢铁股今天走强 还是要观察一下 但今天钢铁股强 也是有原因的 不是单纯的跌生反弹而已 昨天纽约铁矿沙 涨了6.3% 你看这段期间 纽约铁矿沙 半年来从227 跌到剩下92 跌掉60%啊 难怪钢铁股起不来嘛 对不对 所以有原因的 那今天反弹 今天钢铁股涨是因为 铁矿沙涨6.3% 铜价也涨了3.3% 你看铜价最近这两个月 也跌很深啊 不锈钢的涅昨天涨3% 所以铁股今天去 是有原因的 问题是能够走长久吗 还是好像第三两三天 需要观察一下 今天钢铁股占比重2.9% 2.9%不多 成交量才193亿而已 影响不大 航运股13% 电子股有一些降温 航运股13% 也不够 也不够 今天航运股的部分 长龙 六五百人 广海去3.3% 洋民涨了1.5% 可是国际的海运股很强 国际的海运股很强 你看全球最大的马斯基 昨天礼拜四 又涨2.9% 再继续创历史新高 继续创历史新高 长龙洋民的历史高点多少 230块 现在高级到百里百三而已 人家马斯基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第五大的赫博罗特 昨天也涨了3.13% 也在历史高点边缘 所以国际海运股最近行情很好 很好地 最近亚洲的也开始在补涨 你看时间都算好 你们看 两日内反转 说完之后经历力就大起来 这是日本的川崎 日本的山井 最近也起一大坡 昨天长龙洋民平盘 日本的游船大涨 山井昨天也大涨 川崎昨天也大涨 南韩第九大的 全球第九大的 南韩现代商船 昨天也涨 那今天长龙洋民 涨起酒 那今天涨不动 今天日本的海运股 几乎都平盘 原本早上 开盘的时候涨2% 收盘的时候都回到平盘 因为日本股市间太弱了 日本股市间太弱了 日本可以落五百几点 跌了五百多点 各股类股能够撑平盘的 他们很强 他们很好地 已经很好了 所以长龙洋民 随时会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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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拜日的时候 礼拜二大盘跌一百六八点 我们是趁洋民下来一二一买 长龙一三三买 礼拜二趁大跌的时候 一百三三买 买完之后礼拜三就开始涨了 礼拜四一百四十二 这样两天是否九块钱 今天长龙来到一百四十四 礼拜二买一三三 今天一四十四 一张是否十块啊 礼拜二你买了吗 你有买了吗 我们下去买啊 是不是十一块钱了 阳明礼拜二下来一二一买的 买完之后礼拜三 起两块盘 长平盘 今天一百二十六 那是否还有五块钱啊 我长龙一三买也不是现在才讲的啊 你看长龙一三买在最高的时候 六月底的时候 两百几块叫你五欧Q的买 下来之后时间周期算给你们看 十九天二十天double四十天 十九天二十天double四十天 十天时间十个二十二 我是不是十个二 是不是十月二十二 九十点八八十七买进 当天买还在跌 当天买还在跌 整个讯号全部给你看 长龙九十点八买 九十三买 一七卖一次 一零四买回来 一二二一二零一二二一二五 一楼抬起来 二十八 行情大涨都有人讲 然后一跌就没人讲 只有领了一件全程跟大家谈 航运股 长龙跟阳明 你看阳明也是啊 八十块钱买进 八十八买 八十七买 九十买 九十买 九十一买 一四四买一半 一二二再买回来 一百一十一买 一百一十一买 一楼抬起来 甚至五五十几% 现在外资喊到三百六十五 三百六十五一定会来吗 不要那么天真喔 你有长龙有阳明的 你来找我 该买的时候 该买的时候 我会带你买 可是你不要因为长龙阳明 百几块 不敢买你就去买散装轮 散装货轮不行喔 你看礼拜二 BCI大跌16% 礼拜三 又跌17% 昨天礼拜四 又跌11% 三天落到40%耶 你看BCI运费指数 从10500现在已经剩下3200而已 所以散装货轮不好 要买只有长龙跟阳明而已 最后两周 除了法人高持股以外 一定要卖压轻 融资低的 才有办法事半功倍 来扣不知你会扣 不知你会扣 你看联发科 昨天1090 我八百时开始说的 你们都知道 你们都知道 都在低点开始跟大家讲的 对 一路穿起来 33% 1060先卖一次 卖完之后1000又买回来 一千块买回来 什么又买起来 是不是融资减 行情涨融资减 你一定要找这一种 融资一直减 卖压很轻的 后面随时才会又压 外资已经喊到1503了 印花1500 1500一定会来 还是有想像空间 还是有想像空间 联发科太贵 没关系啊 就联勇啊 获利差不多 价钱少一半 而且还是全球 第六大的IC设计公司 也很大间谍的 你看这两天 IC设计最强 就是面板驱动IC 昨天面板驱动IC 也会再大气 我不是现在起网要讲啦 我讲一段时间啊 对不对 我不是因为大涨之后才讲的 我都是底部就开始讲了 第一部就开始讲了 你看我联勇 是在第一点开始讲的 三百几个后就开始讲了 三百九十五 三百七十五 一路一直买 三十二趴 五百块买到 三百六 告诉你压回来要求 下来四百八 四百六 我也提醒你了 这已经最多了 说完了 有什么又穿起来啊 这样三三趴 这样十五趴 咬起来有什么 又要五十趴 礼拜一冲到五百三 压回来告诉你 我们要快去买 拜二大半路一百六十八点 我叫他快去买 说完了 五百一十四 涨五百三十四 北米才八倍而已 是不是让融资减的 股价涨融资减的 所以你要找这种的 后面三个星期的行情 你一定要找这种 融资大减卖压很轻的 外主现在花七百块 七百块的来位 我个人觉得也不是 什么太难的事啊 依照法人持股旁旁 在第十二名 尤其历年 联永的平均本益比 都在十五倍到十九倍 那十五倍到十九倍 现在才几倍而已 现在才八倍而已嘛 都能贪五十八点的啊 已经绿不败之地了 是不是 还有 还有还没开始涨的 你对我做就对了 我带你一买的股票 都是赚大钱在底部的 年纪股 每一次我买给你买 你像我这样做 给他时间 三十趴五十趴 要达成都很容易 像我这样做 一年做三期 一年做五期 你就赚一倍多了嘛 是不是 是不是很轻松 又可以赚大钱 我们现在有年度最大的活动 要回馈给大家 岁末五八八 我要发 最后两个礼拜 我们一起来全力充施 观众有回电话 今天的访告 希望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向财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 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欢迎回到现场 最后的时间 现在已经不到三个礼拜了 存两个礼拜而已 我还是一定会出外交 什么都怪交 你想不到的 你想不到就不是怪招的嘛 对不对 你看最近外资在买什么 群创 友达群创 又是友达 这上星期三 上星期三 一样还是友达群创 这礼拜三外资卖61亿 又是买友达群创 昨天外资卖25亿 又是友达 今天外资又买群创 又买5万多张 你们想不到我都想得到 我都想得到 我都想得到 群创这一波 短线下来 18 17.7 17.5 买完之后 是买起来 再买 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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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友达大涨 昨天群创也大涨 今天群创又继续涨 明年南韩三星LCD 尾外采购 会大增14% 三星是全球面板最大的制造商 那为什么它尾外采购 因为它要把LCD的生产线 逐步的都要转为OLED 主要这样转换的过程当中 面板它会缺货 LCD的部分会缺货 所以会扩大尾外采购 对友达群创都是正面的 可是你们不敢买了 你们买货 被外采罵到 你们都不敢买了 国民有抬到这么多 结果业绩好翻了 我们每次逢低 16.7 17块钱 15.8 一楼月 下来又继续买 这什么 三重底 是不是融资一直减 融资一直减 融资一直减 中国没有最赞 小资金的好运用 大资金的你要买100张 500张1000张 一天新高都20几万张 都可以用 下星期面板 要注意喔 会更衝喔 你看技嘉一两天 我叫你去金区 昨天涨到165了 我也是从底部开始说的 都是从底部开始讲的 我叫你去金区 对 105 102 起了148 这样85% 告诉你下来 要赶快买 要噴出去了 像又冲出去了 所以冲出去了 要那一倍啊 融资一路减 所以最后两个礼拜的时间 起管的就不要吞了 继续找法人高持股 现在还真凶 融资一直减 最后两个礼拜 还是会脱颖而出 跟着脚步 我们一起来 最后两个礼拜全力充斥 税末588年度最大的回馈 我要发 打赞进来 多祝您操作胜利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出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